好,今天準備,我們拿開 打開的會務中的四大之處 好,今天準備,我們把Penny組一編來 祝會務中的四大之處 聖地聖地,聖地,教會,聖地 好,我們現在需要讓聽說怎麼樣了解一下 因為有人聽說怎麼樣可能會混淆到 混淆以過不所追求 在今年的四月份開始的時候 是講到,是在春季的同工長老訓練的時候 是講到聖經的 聖經的什麼? 中心線 有七畫面 哪七畫面呢? 三一神 聖地接人 基督是生命的靈 基督的身体 心忧生 然后五月五月的接着在国长节的时候 就讲到 圣经的四大要素 圣经的要素 包括了基督 乃临 生命 记得这两个都是在讲圣经的中心线和圣经的四大要素 那中间就隔了一个暑假 就讲到夏季训练的诗篇的一到七十二篇 对不对 然后实验会的在荷兰的欧洲的童童大训练 用具体讲 别忘了是 庶物恢复的四大支柱 所以打四大支柱 真理 圣经 大会 福音 所以你有什么 我不要混淆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个是圣经 中心线和 圣经的要素 另外一面是讲到 土非物的四大支柱 好 我们都知道 这个要素 简单讲就是 圣经里面的重要的元素 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缺少这个要素的话 就会怎么样 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乃是 主编物的世代要素 世代自助 乃是这支柱不是要素 这支柱乃是说到 它这个最坚固 最刚强 不可移动 而且是 一个支撑 这个结构的 一个结构体 简单讲就是支撑这个结构 我再讲一遍 是一个最坚强 不可移动 稳固的 不管是坚强 还稳固的 不可移动的支撑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个世代自助 就是说没有自助 就支撑了整个主的回物 是不能 是稳定的 是不能移动的 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 先沉迷一下 让弟兄姊妹认识一下 好 当然我们要看看这个题目 就很清楚 说到真理 生命 照会 福音 这个关系呢 真理 前提到我讲完之后就换成你们讲到对讲 我讲一遍 主的贵户好 有四大支柱 第一个是真理 第二个是生命 第三个是造会 第四个是福音 好 真理呢 带进了生命 生命 产生了造会 造会的死命 或者是偷物 就是传仰福音 福音的内容呢 就是真理 好 两个人的对生命 好不好 试试看看 要是真理 金美 贷 金美 就是 小伙子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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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小伙子 大事 好 好 你們各位 講得清楚嗎 對 在幾個地方好不好 來 這裡一定要 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知道 一定要把這裡就要帶回去 對 但是說參加重壯般不一樣 對 所有的威務有四大 所有的四大的撐住 1 2 生命 2 生命 3 3 4 關心是什麼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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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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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要準備 我們要很清楚 主的揮霧 乃是要揮霧 這個揮霧這個詞 哪是揮霧已過所失去的 現在要把它揮霧到 言出神的心意 一定要再跟我講 你說主的揮霧 我們不是要創造一個東西 我們兩次要揮霧 已過我們所有的 但是失去了 揮霧到神原初的心意 所以這裡呢 不僅是要揮霧到什麼程度 不僅要把已過十六世紀 馬丁路德所說的音信 成為真理揮霧過來 但是我們不是停留在這裡 我們兩次要把它揮霧到一個 神成為原 神為了叫人在生命的性上 不在生命上 不在生命上 成為神 這叫做高峰的真理 天后準備 主的揮霧是拔高的 是高的 是揮霧到原來的水平 但是需要再拔高 所以天后準備 需要看到 主的揮霧是要在真理上 揮霧到神成為人 人成為神的真理 這是亞特阿修所說的 第二個 在生命上 主的揮霧是拔高的 不是只有十七世紀 該部人所說的 內裡的生命 經歷生命 生命的經歷而已 但是生命 乃是一件成了 神人的生活 所以因為生命 是要叫我們來過一個 神人的生活 剛才是神成為人 不叫人成為神 就是要過一個神人的生活 神經病告訴我們 就是要你活真理的人 明白嗎 這句話 他要的是要你活真理的人 也就是活基督的人 也就是活神人 明白 八高大不高 好 真的是高了 你有時候 高的不能再高了 我們都要嘗嘗聽 你以為也是這樣講 對不對 好 第二方面 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招會也是一樣 這個招會 不是只有十八世紀的 莫威爾 弟兄們彼此相愛 都出去開展 乃是 這個招會 已經八高到一個地步 是基督的生基體 你們準備 這個招會 八高到一個地步 還不僅是生基體而已 這個招會 是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體 這裏什麼花表呢 這裏花表就說 用神成為肉體 要我們成為團體的神人 神要就是一般團體的神人 像雅各說 不再是個人的神 還是經歷神家的神 高不高啊 高啊 團體的神人 對不對 哇 不容易 各位道歉很高啊 團體啊 第四方面呢 這個福音呢 我們都知道 還不僅是恢復好 戴著身好 為了中國三十千萬條 新命啊 他願意為中國三十萬條 新命啊 但是他不夠是解救 人的靈魂而已 但是咧 主要恢復的福音 是什麼福音 你知道嗎 對 有講對 但是主要恢復的福音 是真理的福音 對不對 因為內有就是真理嘛 真理是高峰的真理 所以主要恢復福音是高級的福音 高不高 高 你看 這個就是給你們開啟 主要恢復所講的 這四方面的支柱 是不太一樣的 各位準備 我們不應該恢復當初的水瓶 但是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那個水瓶裡面 我們需要再打高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不要亂跟這個真理就沒有 我們中座也不會講高峰的真理 對不對 我們不要去床瓶的時候 說說 新衣服很好啊 有福利平安啊 買財就會中獎啊 什麼病會好啊 我告訴你不要去講這些 是 真心好實在是 叫做福利很平安 這一點真理都沒有 你不如喔 你不如喔 把我們一過幾天講的時候 把七三十一首的聖歌打開來 把誰跟誰講一遍 把救贖跟救 救贖跟救講一遍 你看 你看 你真的嗎 你假假你看 救贖的話 我們進了 向神福利改認罪 我們就封掉審的 射罪 洗罪 和好 我們還有 不僅丟在這裡 這是華麗而已 還有審的救 進了我們重生之後 我們就更新是被變化魔神德龍 哇 至少使得龍沒有重 再來是要從我們裡面 偷出來 好不好啊 好 太好了 對不對 超人講看看 你不用講個句話 在這本 我給我修給你們 在這本書 他講的一段 不是人家聽不懂